最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 美国一个叫Substack的订阅平台 付费用户超过了100万 本来差评君觉得这也没啥 但发现他和微信公众号有层奇妙的关系 和公众号差不多 当读者在Substack上订阅了某作者后 作者更新的文章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过来 但你别说 人家Substack从2017年推出 2021年就有100万人愿意付费看文章了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在这美国公众号里写文章的人 用优质形容都含蓄了 好比我们都在微博上吃瓜看新闻 老外获取最新的消息 也都是通过推特和脸书 文章阅读量还不如标题导 看到这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不是傻子 我有实力为什么不自己写博客赚钱 还没人拿抽成 创作者写文章时 偶尔会遇到一些版权流氓 又或者是盼望某个无良企业后 会收到诽谤警告 要求删帖 这种把编辑当宝贝儿子呆的平台 你说创作者不愿去 刹评君都不信 有的插友可能会说 不搞算法有啥好的 我就喜欢平台把我喜欢看的送到脸上来 别急 大家不妨跟着刹评君 从另一个更熟悉的角度分析下 对用户而言 有了算法 平台会投你所好 让你方便刷到自己感兴趣的品类 但你可能没发现 你接受到信息永远只有那么一类 你看问题的角度也只有一种 发微博带的标签比原文都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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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